那现在呢 刚刚地村很多的话有迫不及待的想往地上种一些花 但是您别着急 你看话是老阿姨我帝在我去被啥条件 桃花开 别话说啥就就是在那桃 哎呀对 就在那个桃花开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你们的植物种到地上了 一般就没问题了 当然了 不能排除倒春寒 一般桃花开过之后 他就不会倒春寒了 明白了吗 也就是 就是你如果说像我们山东地区 我现在去种的话 我就怕突然一下降大学 我们前天刚降过大学 那个学那老后 那你万一呢 在这话什么呀 别太着急了 桃花开的时候就大概是 植树节啊 你就按照那个时候去订阅就ok了 北方的话有说的 有话说南方南方都没有都没有冬天 广东的臭包说 老阿姨 我们冬天 我没怎么办 你们冬天有冬天吗 对吧 是吧 你一定要盖着这个点啊 当然了 地灾的话 我过两天 到植树节强迫的时候 我还给大家出相应的那种操作视频 今天是简单的给大家来了个理论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老花一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荣耀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智展一 白了 是吧 嗨 嘿嘿 嘿嘿